歡迎收看K&A到星球 在這個節目裡面呢 會有各式各樣國內籃球的內容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上個禮拜呢 我跟許時欽教練稍微聊了一下南山 在他當球員 還有跟我們的總教練跟助理教練的一些 內幕的去這個球事喔 那所以呢 冠輪跟這個星翰在這邊可能可以稍微鬆一口氣 因為這個禮拜要聊的東西會比較不一樣 那不過在內容我們可能會戳塌一下 所以 OK 不能太放鬆 所以呢在今年喔 教練就是打了冠軍賽 然後呢 其實冠軍賽裡面的 這個競爭 他的過程 是呈現了很多 一個球技 你可能經歷的 成功的 失敗的 對 這些酸甜苦辣 所以打完比賽 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你的一張照片 就是 你在那邊勉勵你的球員 就是你自己 是一個情緒上的發洩 對情緒上 那這件事情 我認為 對我說起來是感到這個非常有深厚的感受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時 這個 是什麼樣子的原因會讓 有這麼多情緒上面的發現 其實當下我們 輸了以後嘛 當然我 眼前看到是泰山的球員跟一些 工作人員在用彩帶什麼 去張羅那些東西在 對 然後 我的後面是球員在哭 其實我都聽到有看到 所以前面看到是 對方在奪冠 要準備要去 慶祝啊 或是把教練舉起來 然後後面我這邊是球員在哭在難過 我們助教跟老師都在安慰 我自己本身這邊呢 我反而是比較理性一點 我開始在想說 就像Kenny哥剛才講的 冠軍賽的那一戰 就是你所有這一整體下來的濃縮 所以我當下 其實我是馬上去回溯到之前 我們今年整年的訓練的計畫 在哪一個環節 是不是有可能做的調整 今天我眼睛看到的東西不會發生 其實我反而是跳脫到那一個狀況 其實我就是有一點 其實你看到我是有點在發呆在那邊 沉思 對 那從落後被領先 落後被領先打到輸掉 然後我就在想說是不是哪一個環節 使我們的一些特殊狀況演練不夠 還是在哪個情境上什麼什麼 我一直在想想想想想的很多 那是調度是怎麼樣 然後是哪一個人上去的時間 其實當下是一直在 在在 我應該是說在在監討我自己 當下 然後我就突然想 欸不對 突然我 球員的聲音突然很大 傳到我這邊 回到了現實 回到了現實 現實 我就一想到啊不行 我就覺得啊馬上鼓勵他們 嗯 那其實往年的習慣 其實我不太 在 外面集合大家 其實我都會 進到 Rogroom休息室裡面 再跟大家鼓勵 對 那 當下就是 應該不能講恨 應該是蠻痛 真的是很痛 也是痛到那種心臟 你會覺得很悶 有個石頭 壓在那個地方 那 因為我 我會那麼難過是因為 呃 當然看到球員傷心嘛 那我會覺得我這一兩年 在球隊跟小朋友的互動之上 跳脫我以前教練所教我的東西 去教球員 這要我 改變得很大 在互動上 在溝通上 在教學上 在訓練上 任一個環節 只要 有人跟我講 或者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或者說我在網路上看到 其實我都願意去 放下我自己去嘗試 任何可以幫球員進步 或球隊走得更遠的一個 呃 方法 所以我就覺得 到底是還哪裡做得不夠 你就會覺得無疑問長天嘛 對 那 趕快那個音樂又下下來 你很多東西就像泡馬燈 就一直在想想想想想想想 一整年跟小朋友這一批相處的 的畫面跑出來 那右邊在 在在在在 鼻涕還是怎麼樣的聲音 他周邊又是在 安慰的聲音 當下我就 受到感染 對受到虧題了 所以就 會發生這樣 還蠻 我覺得還蠻 蠻 蠻沒辦法控制的 情緒出來 不過有的時候 情緒的發泄也是好事 因為你一直憋在這邊 不是一個辦法 對 而且你要 我稍微 你這個講自己的一個經歷 讓你也許比較舒服一點 你就打第二名了 我們第四名該怎麼辦 而且我們有 四個球隊 你們這樣子會不會好一點 心情會好一點 大家都很辛苦 那你知道這個在今年 HPL真的是非常的競爭 對 我覺得一年比一年競爭 因為小朋友天分 一年看起來比一年好 對 你知道訓練的模式呢 有更多科學化的這種資訊 是在網路上越來越多 對 所以這小朋友打球的技巧性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的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你在今年的過程當中 你有看到有任何的 高中生 你覺得可以跳級 直接來打 職業籃球的比賽 在過去我們看過一些 案例 對不對 就是直接不打大選 直接跳職籃 那 你看現在的HPL環境裡面 有任何人具備這樣子的資格嗎 我現在有想到兩個人 一個是在UBA 一個是在剛畢業 另外一個是 光復中學的陳強雙 OK 我覺得他 有實力 但是他的個性 跟他的一些習慣 能不能讓他在職業球隊 可以發展出來 或打出來 這可能就是有來 觀察 但是以目前他的球技 跟他心理的呈現 跟他在球場上的判斷 你感覺他就是為了籃球的神 超零的感覺 對 超零 超零 然後他的那種拆炸彈的那些球 他也不會給你手軟 對 我印象會很深刻是因為我們八強 有一場推到他 對 我們領先也是到後面 他連進三顆三分 而且是高難度的那種 菜炸彈的那種 三分 所以他 他有大心臟之外 他有那個能力 對 所以我覺得是跳脫今年HPL 任何位置 對 我覺得他有這個 能力可以打上去 他有那個身體 有身體 他有那種大人的身體 對對對 然後 心理素質又夠 對 然後 之前明星賽有跟他互動過 因為之前我沒有結束過他 他很 我不能講隨性 他很自然 對 他不會讓一件事情 影響到他以後 一直去糾結在那裡 對 所以他就是來了 OK 那走 好 繼續努力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個性是 還蠻樂觀的 對 對 你知道那個NBA 在那個 有一個評論員 以前打籃球的 叫Kenny Smith 他就講 你要當一個好的籃球選手 你要有全世界最差的技藝 因為你這球投不進了 很多人說我為什麼沒有進 我下球會不會不進 那個你就沒辦法打球 是 他說他守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被他守住一次以後 他早就 這次被他守住 他下一秒已經忘記你上次守住他了 哦 哦 真的就是 又準備在那邊全拚命投 所以 多多少少 那個個性有的時候去限制 或去幫助你在場上的表現 那所以你剛剛提的就是比較屬於 不只是技巧性 對 不只是身體的成熟度 那你那個頭腦裡面在想的東西 是很重要 是不是 對 沒錯 那 南山啊 在今年有兩個很有潛力的球員 對不對 對 這個宋錫浩 跟吳志凱 OK 這兩個人在下個球季 會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因為他們 是二年級生 對 二年級生 對 我覺得他們會扮演一個 既要帶球隊往前衝的領導者之外 還要傳承給下兩屆的學弟 不管在經驗上 或者心態上 或者是 這個球隊所需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他會扮演這兩個角度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 算是文化的一個傳承吧 對 就是他 要他把這高中三年的經驗 呈現出來之外 把球隊帶得更遠 然後再來 要把他所學到的 教練教他的 或者說他吸收到的任何教練東西 把他傳承給學弟 對 我覺得他會扮演這樣的一個 角色在 是 你知道 詩欽我有 我兒子啊 就是今年也是高中要畢業了 是 那 在他打 國中籃球 跟高中籃球的過程當中 是 他就會碰到各式各樣的球員 就像他 那時候去精華打球 就碰到了陳江霜 所以我像認識的陳江霜 那他在國中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 吳志凱是 學長學弟 對 他比吳志凱大一屆 是 我必須要跟你說 我第一次看到吳志凱打球的時候 他過來 信義國中 來做測試 來做考試 然後我看到這個小孩 哇很高 然後肉肉的 對 然後呢跑步呢 他有一點 腳很沉重 然後要跳起來投籃的時候 你就看起來 大概就跳這麼高 那好像沒有跳 瞬間移動的感覺 有沒有 瞬間上 然後瞬間下 然後我就說 哇 這個小孩需要很多的 幫助 可是 你從幾次他打 跟球隊練球的過程 你會覺得他的腦袋是非常好 腦袋非常的好 身體 也許在先天的條件 他有很高的身高 很粗壯的身材 可是 跳不高 跑不快 可是腦袋卻很好 對 這個是不是有在他打球的 幫助他很多 對 沒錯 以他 志凱現在呈現出來的身體的狀況 其實 他要進八強 其實打這個位置的 每一個人身體都比他好 對 但是他可以在 這個位置上有所生存 那就他厲害的地方 他知道什麼時候要出去投外線 他知道什麼時候要來做切入 那什麼時候要出去 幫忙後衛接應 非常的聰明 非常的快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點也是 我覺得他也有可能打上去 如果他的身體在 後面的一些訓練的話 他有機會 他的這個腦袋 夠靈光 因為我覺得 Powerful 或者是他打到前鋒 我覺得 側硬這個能力很重要 是 側硬能力 所以他是會側硬 會製造機會 我們常常講 很強的後衛很強的前鋒 會自己製造自己的機會 這個每個人都會 但是很少會製造給別人機會 那他就是屬於這樣的一個球員 對 因為你看現在這種NBA的 因為我們看NBA的比賽最多 對 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中鋒 都被要求 就說你可能要會側硬 像Nikolai Jokic 對不對 對 他的評價就可以開始越來越高 所以現在的籃球可能因為 已經慢慢的沒有一個真正的一個人要打什麼位置 所以造成了如果你有更多元的技巧性在每一個位置上面 你的價值就會越來越低 會被提高 那所以在未來你認為 志凱是有這樣的潛力的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潛力的 聽到沒有 所以這個 知道有這樣子的能力的選手進了南山可以有更上一層的機會 所以 南山在選球員的方面 OK在你的標準上 你必須要去讓他們考試 對 那你選進了球員的標準 你是怎麼定 我覺得標準 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講比較哲學的東西 因為考試就是上籃幾分 考試打全場幾分幾分 這樣 因為我們 看這個球員可能會在 聯賽的時候 或者是他跟他打友誼賽的時候去觀察他 所以我比較會觀察心理層面的東西 比如說他坐在板凳席的時候 看到他跟他同個位置在打的時候 他是 在幹什麼 在幹什麼 在打量他呢 還是已經 腦袋在想我下一餐要吃什麼 對 或者是 因為畢竟有時候籃球就是這樣子嘛 我打同個位置都是競爭的嘛 他打得好就代表我今天可能上時間少 所以我會去觀察這個細節 比如說跟他打同個位置的 他打得很好 那你是很真心的在Body Eleven 其實是Oh yes 但是鼓勵還是有點 交叉 我今天要休息了啦 OK 教練喜歡他嘛 比較喜歡他嘛 他今天好運嘛 所以我會特別觀察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有球場上有危機的時候 他的情緒怎麼呈現 他有犯規麻煩 或者他被吹犯規他覺得不合理 對 他會不會情緒失控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他是在講我 喔 真的嗎 好好好 我說我會觀察因為我覺得 能繼續打下去在國中夾族不管遺族 你有繼續打到那個賽場 基本上天分一定是有的 但我覺得比天分還要更重要的 是 你在心理素質這一塊跟成熟這一塊 能不能更穩 讓你的天分跟天賦可以很穩定的輸出 是 對 所以我 character 對 一個人的特性 特性 所以我會 比較去觀察 球場上 球員的跟自己的 身體語言之外 還有跟別的球員的互動 對 比如說他 他 他 會不會很鼓勵自己的隊友 是 落後的時候領先的時候有沒有呈現不一樣的面貌 是 所以我也比較會去注重看這個東西 所以 球技 個人的 思考的能力 然後還有他的個人的個性 跟平性 都是 要進入南山非常重要的標準 那另外 長相 哦長相 最低標是誰 這個好難回答 我幫你講 李雲祥 我先喝個水 最低標 另外的 這兩個都很帥 叫我的人嗎 還是跟他講 他們是高標 他們是高標 可以找一個現在住在屏東的 或者是在國外發展的這一種 當低標給嗎 開玩笑了 這個是完全 開玩笑 因為我知道講下去 那個下個禮拜 可能你看不到我在節目前面了 換你主持 OK好 那 所以 進入南山是一個我認為打籃球 對於一個 國小 國中打籃球的小朋友 可以擠進南山籃球隊 應該算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 跟階段性的一個 這個 指標的一個 籃球生涯的達成吧 應該不敢不敢 我們還在 努力中 還在努力中 OK 那 那 在線上 現在喔 就說你剛剛提過了 有很多 其實 你講到 最佳舞人 基本上都在國內籃球上 現在的一時之選 是 那 你有沒有在南山的 學習的過程當中 在你的 這個教導之下 給他們什麼一些很特殊的觀念 讓他們可能在 未來還想打籃球這件事情上面 有一些競爭上面的優勢 或有一些正確的觀念 讓他們離開南山 還可以受用 很多 我覺得 我比較會帶入 平常在訓練中 跟他們互動中 我覺得就是會希望他們在職場上 我說我們球隊也是在職場上 有老闆 有董事會 有組長 有副組長 有什麼的 那你是扮演什麼角色 你要把那個角色扮演好 你不能 我想我們的文化 我們是希望共好 就是 應該這麼講說 因為我講比較現實 這個社會的利益的餅就那麼大 那你要共好的話 才可以把這個 這個 餅越做越大 對 就像其實 環境越做越好 對越做越好 這種那種概念 我會覺得說共好 那就是 不要只有你做的好 你要幫助別人做的好 那其實 雙方都會得利 蜜蜂跟花朵 就是一個互助的一個角色 對 我吸取你的花蜜 對 如果你不給我花蜜 我就不來了 對 那你給我很多的營養養分 我可以飛得更遠 我可以把你的花粉 帶著更大的範圍 對 那你可以 你的花朵可以 繁衍更多 對 我覺得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共好 那因為 球真的不能打一輩子 那我們郭惟老師也講 他說籃球就是一個遊戲 你要在這個遊戲的過程中 除了把球打好之外 你怎麼樣 不打球了以後 你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你可以銜接社會上給你的考驗跟挑戰 那我覺得就是在 我一直在講 就人格特質上 他能不能符合 或者是能接受這個社會給他的挑戰 對 因為我或許我現在教導他 我自己還在學習 可能到五年以後 那個世界又不一樣 對 所以他能不能持續的進步 覺得永遠自己覺得不夠好 然後可以跟人家合作 配合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因為世界的變遷非常的快 有可能明年 明年又有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挫折的 恢復力跟熔忍度要有 你失敗了 你怎麼樣越挫越勇 而不是一蹶不振 陷入那個小世界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恆毅力 跟挫折的熔忍度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在 這高中三年以後可以 有所 不敢說學到很多 至少有這個概念在 對 的確因為石青鵬 很感覺到這個 當花朵的蜜蜂 在籃球界你們也是 非常重要花朵的蜜蜂 把更多的這個籃球的知識 跟籃球未來的這些 年輕的苗子 培養起來 讓他們可以散播到 全台灣各地 讓台灣的籃球可以越大越好 更重要的一點是呢 你剛剛講了 在這樣子的一個特質之下 去學習過去的失敗 或碰到挫折的時候 可以有反彈 對 那面臨經歷過今年的第二名 明年你要做什麼樣子的反彈 我覺得 今年的 第二名給我感觸就是說 我如果我們今天拿冠軍 明天又要冠軍 沒有拿到冠軍 我又要拿到冠軍 所以我覺得 我說那個 我也有冠軍 對 我反而會說我們 我們比賽我們出來 就是要競爭就是要贏 對 還是要贏 我們就是為贏 而存在 而去努力 但是我覺得 反而這一次 今年這個比賽 讓我更體驗到 除了籃球之外 我是生活大於我的工作 籃球 還是我的工作 大於我的生活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走得太快 對 走得太快 或是說太focus在 工作這一塊以後 其實 你 你忘記 你周遭其實很多美好的事情 就像最近我會騎腳踏車 你們男生都很喜歡騎腳踏車 我沒有過群組 我沒有過群組 所以以前是騎車 騎摩村基本上 從我家到學校男生 基本上五分鐘不到 那有時候天氣好 你踩個腳踏車 你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 賣炸雞的阿姨 有賣 最近有個店面 新專網的一個米粉湯 什麼的 然後覺得其實你 你走得慢一點 反而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 風景 所以我今年真的在這個體會上 其實 非常的大 所以在人生的 不敢說 很有感觸 但我覺得這是 對我在人生的厚度 我覺得會有幫助 所以從 台北回到老家 新租過程當中 如果慢慢走的話 你會看到什麼 我會看到什麼 哇 你是走省道還是 下了高速公路以後再說 我當然第一個會看到工程師 對 帶給整個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自己家裡有一個群組 當然以前會看到就變成說 他問我說這邊 有機會可以去看 變成說 以前其實群組不會聊 對 可能會聊南山高中 因為我在南山高中 但現在我們 我幾個表哥或親戚 他會聊工程師 對 當然討論有 社會責任壓力好大 對 當然討論就變成說 我的一個子子有兩個 很喜歡籃球 他變成說會吵著要去看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文化的呈現 所以變成說我回到新竹 你看今年四強又有兩堆的光復跟動態 也是四強之內 那是不是在我的家鄉 這個苗子可能 在工程師這一把水 營養養分交下去 又搞不好他已經 慢慢要茁壯了 有可能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說我下了國道下去 我可能 會看到不一樣的新竹 maybe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 謝謝你幫我們球隊 多打了一個30秒的廣告 所以呢 為了回饋你 石青 我現在給你一段時間 來做 南山高中男子籃球隊的招募 招募 來 請 OK 招募我走快一點 沒有 當然我覺得 如果有人來進男生 就像Kenny哥講的 你來到男生畢業以後 你肯定會越來越帥 我可不可以再念一次高中 可以再留機 可以留機 所以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好啦 我覺得就是 來到南山我覺得 不要把球 當作你一輩子的 你要很會打球 但是 不能只會打球 是 所以希望來到南山以後 我覺得在 你以後再進入職場了以後 可以 有一點點領先別的一些概念 因為你也不知道 明天你是不是受傷以後 你球不能打下去 那 很多的籃球選手 運動選手 其實是 不運動了以後 他的第二季才開始 那有些人可能是20歲 有些人可能 像上禮拜天 雷哥 他是 39 38 那他不打球以後 他可能才是他 人生的第二階段開始 所以你說是 後面 轉換 還是前面轉換好 我覺得都有他的好處在 但我覺得 你應該要走得更遠 才是我們希望 樂見到的 所以各位觀眾 聽眾朋友們 如果你的小孩 是要選擇高中的話 南山高中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而且你可以看到 帥帥的石青教練 每天 偏側你的小朋友 讓他成為人生勝利主 那我們的節目 今天也到此 到一個段落 謝謝石青 謝謝KD 那我們下次呢 KD到星球的節目 我們再見囉 拜拜 謝謝 可以嗎? 謝謝